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科研究专家丁凯文先生 下面有请丁凯文先生 丁凯文先生你好 张杰先生你好 很高兴能在博文焦点跟大家做一番交流 非常高兴 那么也谢谢张先生对我的采访 丁凯文先生 我想向您请教的问题是 您如何看待毛泽东跟林彪在文革中的关系 OK 是这样 我们看这个毛林的关系 基本上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毛泽东对林彪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么反过来 那么第二个方面也就是林彪怎么样来看待毛泽东 那么他们两个人之间在文革当中 到底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大致是想从这两个方面来跟大家谈一谈 那么首先我们先可以谈一谈 毛泽东对林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大家知道中共的体制实际上是一个专制的这么一个体制 也就是说毛泽东基本上是在这个政权里面 中共政权里面就是一个君王 一个君主的这么一个地位 那么其他人你不管是他选择的是刘少奇也好 林彪也好 后来的什么周恩来 邓小平 王洪文等等 这些人也好 实际上都是毛泽东的下属 也就是说臣子 实际上他们的关系是一个君臣性的关系 那么我们看这个毛泽东对林彪在历史上 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那么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这个中共党内定为这个一尊 尤其是这个中共七大以后 那么其实林彪在这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那么在建国以后 当然林彪刚才张先生有提到 林彪在这个军事方面 在为这个中共打天下这方面 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是建国以后 尤其是49年以后 林彪基本上是在家养病 很少出头露面 基本是不参与任何政治 毛泽东搞的一系列的这个政治活动 比如像这个 什么反高饶啊 这个搞的这些个什么反右侵啊 反右派啊 什么大跃进啊 什么这个搞四侵啊 等等等等的 我们看到这些个活动里面 基本上看不到林彪的身影 那么也就是说呢 林彪是远离中共的政治 但是呢 林彪呢 一直是毛泽东所欣赏 也就是说呢 毛泽东呢 一直是把林彪呢 作为他的一个后辈的接班人 所以我们再看这个 中共的这个八届五中全会 1955年呢 毛泽东呢 就把林彪呢 提拔为中共中央的这个副主席 提拔成这个政治局常委 那么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 中共的这个文革以前 中共这个高层的排名 也就是毛刘 毛刘周朱陈林邓 就是毛泽东第一 然后呢 其次是刘尔奇 那刘尔奇显然在那个时候呢 是毛泽东 所定好的这么一个接班人 那么其次呢 就是朱德 周恩来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然后再加 陈云 然后就林彪 再加邓小平 啊 所以呢 在这个排位上的这个来看呢 林彪虽然是排在比较靠后的 但他毕竟他竟然 他还排在这个 这个邓小平的前面 那邓小平呢 那时候已经是这个 中共中央总书记了 但是林彪的排名 还是在邓的前面 所以我们看呢 毛泽东实际上 是把刘少奇 当成他的第一号的 第一位的这个接班人 那么后边的呢 啊 不那么不排除 那么林彪和刘 和邓小平 也是他这个 刘少奇的这个 这个备胎一样 把林彪放在这么一个位置上 那么至于像朱德 陈云这些人呢 周恩来呢 并不是毛泽东 所这个主义的 这么一个接班人 所以我们看的是这么个情况 所以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呢 毛林的关系呢 首先是第一 是非常密切的 第二呢 毛对林呢 是很信任 第三呢 毛是把林彪呢 当成一个 对位的 这么一个备胎的 接班人的这么一个位置 放在这个地方 呃 所以我们看到 当毛刘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 这个关系紧张 毛泽东要下决心 要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呢 林彪显然就进入了 毛泽东的这个 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 也就是说呢 那么谁取代刘少奇呢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那林彪显然是毛泽东 这个唯一的一个 想要这个这个 作为接班人的这么这么一个 处在这么一个位置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文革开始以后 毛泽东 当毛泽东在这个八届 这个十一中全会上 这个写了他的这个 叫做什么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那么当斗争的矛头 当这个毛泽东斗争矛头 对准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时候 那他们这个刘邓 显然是要下台的 呃 在这个时候呢 林彪呢 就作为毛泽东的这个 这个接班人 显然就从就跟 就从这么一个状况下 这么一个局面下 就脱颖而出了 所以呢 呃 我们看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 这个林彪呢 就成为了这个 中共中央的唯一的一个副主席了 呃 周恩来他们 这个这个开会的时候呢 很知趣的 呃 把自己呢 原来 原来这个中央 中共中央的副主席的 这个头衔也不提了 就仅仅是提 是这个政治局常委了 以突出林彪 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 这么一个地位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 这个林彪的地位 马上就这个上来了 上来以后呢 呃 不仅被称为是这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啊 这个好学生啊 呃 同时这个接班人的这个身份呢 也就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就定下来了 但是呢 毛泽东呢 呃 虽然是把林彪作为的这个接班人 呃 确定下来了 但是林彪呢 毛泽东呢 对林彪呢 仍然还是一种啊 利用了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看这个毛泽东在给江青 在给他老婆江青 这个写信 写的这个一封信的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 766年的7月份 八戒十一中全会 开会前一个月 这个啊 毛泽东给江青写信 这封信里呢 实际上就透露了毛泽东的这个 呃 一种心态 他这种什么心态呢 毛泽东对林彪的心态呢 就是盟友 把毛泽东把这个这个林彪当成 自己去这个打倒刘少奇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可以利用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盟友 所以林彪处在这么一个位置上 所以呢 我们看来呢 我们看到呢 林彪基本上是处于毛泽东就让林彪呢 处在这么一个呃 帮毛泽东看好军队 这个在这个毛泽东打倒这个自己的对手的时候呢 军队呢 显然是毛泽东的一个这个一个杀手锏 就是毛泽东当他要 不管他要干任何事情之前 首先要控制好军队 那么这个解放军呢 在林彪的领导下呢 那显然是这个毛泽东是很放心的 这样呢 毛泽东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搞 他就可以从事自己的为所欲为的 搞他的这种想干的这些事情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毛对林呢 基本是利用这么一个状况 另外呢 我们再延伸下来来看 我们看这个 毛泽东虽然把林彪作为一个接班人 副统帅放在那块 但是呢 所有的重大的战略决策 所有重大的政策的宣誓 毛泽东从来不会去找林彪做商量的 没有说正统帅找这个副统帅 这个找过来说 咱们来商量商量 看看这个事能不能办呀 或者怎么办呀 毛泽东从来不去找林彪做商量 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林彪呢 也很秩序 就是你这个毛泽东 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所以呢 林彪呢 我们看到这个文革初期的时候 尤其是1966年的时候 林彪基本上呢 就是陪着毛泽东 这检阅一些什么 这个红卫兵啊 这八次检阅红卫兵 在天安门船口上发表一些讲话 这些讲话也是 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 帮林彪起草好了 林彪上去以后 按照着考念就好了 那么到了这个六七年以后啊 基本上我们就看不到林彪 在这个文革这个事情 他主动做过什么事情 基本上呢 林彪处是一种 我们看上去是一个比较被动的 比较这个这个消极的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参加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这些人 比如像王力 这个王力呢 这个早期 在这个在他被打倒之前呢 这王冠契事件之前呢 王力是参加这个中央高层的这个工作的 王力呢 就有这个近深的观察 王力的这个说法呢 就是说 这个过去 这个林彪和刘少奇是不一样 过去这个刘少奇呢 是中央一线 是主持中央工作 那么林彪不是 林彪虽然也是副主席 但林彪从来没有主持过中央日常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呢 走上了第一项 所以林彪什么事都往后等 都都往后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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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 就说 就是王力的回忆就说 主席不让林彪主持会 林彪绝对不会主动的去 这个这个主持会 那么林彪也不会去主动的去 这个提出一些个什么政策呀 一些策略呀 一些个这些个 对文革都有一些什么 这个指示性的谈话 林彪从来也没有 所以林彪呢 对毛泽东呢 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被动的 这么一个状况 这种状况呢 其实一直从六七年 一直延续到七零年的卢山会 基本上大致呢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林彪对毛泽东 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呢 就是林彪对毛泽东 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 早期的林彪啊 这个建国以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林彪呢 在打仗的时候啊 那对毛泽东呢 是 并不是说毛泽东任何指示 他都是听的 他也有他自己的主张 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中国的俗话假 叫做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在外面打仗 你中共中央 你毛泽东下来的指示 我不一定非要听 比如像在东北 这个辽审战役的时候 这个毛泽东 这个这个 还不是辽审战役 更早的时候 这个四五年 四六年 四七年的时候 在打这个四平的时候 林彪就没有听 这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说要化四平为马德里 说要这个 如何如何要去 跟这个国民党要这个死战 那么林彪一看形势不对 这个一边敷衍毛泽东 一边就撤退了 啊 因为他知道这个 这个 这个如果他不及时的 采取这个措施的话 那很可能就是兵败如山倒 最后的这个 把自己的有生力量 全都消耗在四平 所以呢 在在战场上的林彪呢 并不是对毛泽东的适事的 这个都听从的 啊 而且呢 林彪呢 在经过这么长时间里 因为林彪从 啊 井冈山以来 一直都是毛泽东的嫡系 不对 所以林彪呢 跟毛泽东呢 有非常长期的 近深的观察 对毛泽东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所以这个建国以后啊 林彪呢 就基本上处于一种 什么态度呢 就是躲 就是这个 基本上呢 就是啊 采取一种啊 不参与政治的 这么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状况 啊 而且呢 从后来啊 林彪事件以后 就这个中央专案组 从毛家弯 这个搜查 这个抄家 搜出的大量的 这个书籍里边 发现林彪写了不少的 这个 这个这个 媒批 在书里边啊 林彪在对 啊 有一些个 这个啊 对很多事情上呢 对 尤其是对毛泽东看法呢 他是有 他是有他自己的 这个很深刻的见解 那么他呢 用比较隐晦的话呢 非常简短 简练的话 把这个 毛泽东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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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毛泽东的 这个认识呢 他 他 他写在这个书里面 啊 短短的几句话 就能把这个刻画的 把毛泽东的刻画的 非常深刻 比如说 这个林彪就说 这个 这个 说这毛泽东呢 说 他说东的时候呢 你要 你就说你不能 你自己先说 你一定先看他怎么说 你他怎么说了以后呢 你再跟着说 这样就不会有错 另外一个呢 林彪还发现 就说呢 毛泽东呢 很很会呀 给自己的对手 编造一个罪名 编造出一个罪名以后呢 然后呢 他就说 这是你说的 其实你并没有说 但是呢 毛泽东呢 很善于搞这种党内斗争 所以林彪呢 就在自己的这个书 这个这个 这个梅批上就说 这个将来一定要防着 这个老东这一手 也就是说 要防着毛泽东这一手 就说他会 他会替你说出一个 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见解 其实呢 没有 啊 这个时候呢 然后他再来替你 所以呢 林彪对毛泽东 有很深刻的认识 所以呢 他自己给自己的定位 就说呢 尽量不要骑上去 就说这个骑上去 也就是说呢 尽量的不要 这个走到这个 中央最高层的政治当中去 那么走上去呢 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从这个建国以来 大家看到的 这些个党内斗争啊 无论是高 高饶事件啊 也好啊 还是这个后来的 这个腾德怀啊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前车之鉴 所以林彪呢 对毛泽东这些认识呢 应该还是很深刻的 而且我们从这个文革以来啊 我们看到啊 林彪呢 在这些事情啊 的确是很克制的 很克手的 也就是说 对毛泽东 事事呢 都是 都是很这个听话 就是说 主席画圈 我画圈 这基本上就是 这个林彪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为人处事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我 毛泽东 呃 林彪从来不主动 先说什么事情 呃 中央政治局啊 中央文革碰头会啊 发来一些文件的 他首先就是说 看看主席有没有批示 这个主席批示了 哎 我在画圈 又是主席画圈 我在画圈 这样呢 以保持和毛泽东同步 啊 避免和毛泽东在 在任何的这个政策 或者是这个政治上 见解上呢 发生冲突 所以呢 这个呢 是林彪呢 在文革的时代 最主要的 对毛泽东的 这么一个 啊 这么一个态度 所以呢 我们看到呢 啊 毛林之间的关系呢 就是 毛呢 是利用林彪 希望林彪呢 在这个毛泽东 在搞文革这段期间呢 林彪能够统帅 这个解放军 作为毛泽东 这个搞文革的 一个坚强的一个后盾 那么林彪自己呢 当然在这个时候呢 被毛泽东呢 拽上了这个文革的战车 拽上这个战车以后呢 有点就有点起虎难下 但是林彪为了自保呢 所以他对毛泽东 采取的就这么一套 这个 你说他是阳奉阴违也好呢 也还是这个 这个阳奉 这个阴不违呢 反正基本上 就是采取一种 一种这种 对毛泽东的 适世的这种 表示一种 服从的这么一种态度 所以呢 我们看到林彪在文革当中 他很大部分情况之下 他都是比较消极 所以后来这个 我这个04年 编的这个 主编的一本 这个 重始林彪罪案 这本书里面呢 这个原来的这个 国防大学教授 王宁一先生呢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说呢 林彪呢 是这文革当中的逍遥派 这个 呃 我觉得还是蛮 这个 这个有点 这个还是蛮 这个入目三分的 也就是说 把林彪在文革当中 这种消极的状态 这种 把他这种状态呢 呃 给这个论述的比较 比较清楚 呃 所以呢 我们 总的来看 就是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 就是首先 他是第一 他是吹捧 我们我们看到这个 很早很早的时候 呃 在这个文革之前 他就大力的对毛泽东 搞这种个人崇拜 那个像这个 这个什么老三篇啊 小红书啊 这些个 这个吹捧毛泽东 啊 到了这个文革的前后呢 文革发动前后呢 基本上是达到了高潮 在这个情况下呢 当然毛泽东是心里是很得意的 坦然的了 就是这个 接受这种吹捧的 那么林彪呢 也因为这种 搞个人崇拜呢 林彪自己的地位 也 也被毛泽东这么 也抬起来了 啊 所以呢 但是林彪呢 他还是比较的小心谨慎 尽量的对毛泽东的采取的这种 就是 呃 不与毛泽东发生任何的 这个政策方面的这种冲突 啊 形成跟毛泽东 所有的问题上 所有的事件上 对毛泽东都采取同步的 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政策 这么一种态度 所以呢 基本上来看呢 这就是我们看到林彪与毛泽东 在文革之间的关系 是这么一种 大致的来看 是这么一种关系 对毛泽东 是这么一样的 对毛泽东 在文革之间的关系 是这么一样的